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动漫新纪元,我是哲太郎 今天带大家看一下杰克奥特曼的第21集 电波怪兽贝肯 伴随着旁白的解说,画面给到了东京上空的一架双五客机 与此同时出现在博物中的还有一头怪兽 它长得像一只海参 头领长得两只红眼,一只黄眼,俗称红绿灯怪兽 画面一转,来到了一个熟悉的女孩面前 电视的雪花声把她吵醒了 当她准备关掉电视的时候 画面忽然出现了刚刚商务飞机的画面 此时,画面又一转,像还在睡觉 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身份居然被南奇识破了 南奇打了电话就说,杰克快打开电视 杰克快打开电视机 我真的服了瑞士的翻译了 人间体和奥特曼的名字都能乱翻了吗 想打开电视剧一看,画面里仍然是刚才那个飞机 突然一阵火花闪过,商务飞机爆炸了 随后,电视再度变成了雪花 最后麦克队立刻召开了紧急会议 南奇第一个汇报了刚刚从电视里看到的奇异景象 相应复合,自己也看到了 队长成事后说 刚刚确实在东京领海上空发生了一起商务飞机 一起爆炸的消息 南奇开心地笑了 看来我们看到的是真的了 拜托,一飞机的人都挂了 你高兴个等啊 民队员也说 东京有数百人都看到了直播 但是很明显 电视台不可能提前知道有飞机要坠毁 然后直播 而在世界各地不同的电视台都播出了同样的画面 这只有可能是有强大的外来生物所为 为了找到事情发生的原因 香和南奇驾驶战斗机前往东京领海上空 很快,雷达就出现了问题 与本部失去了联络 而此时,怪兽也从一团云雾中现身了 然后这里,瑞士又抽风了 南奇居然一不小心又暴露了自己知道香就是捷克的事实 南奇随即开始攻击 战斗机的导弹打在海身上毫无作用 同时怪兽也释放出了红色的电波光线进行攻击 跟炸毁飞机的是同一种光线 香和南奇在拍摄了怪兽的照片之后 又回到了Miteway本部 这档机遇已经知道的消息给大家做汇报 电波怪兽贝肯是生活在电影一层的太空怪兽 他通过吸收电波作为食物的怪兽 而且贝肯有自己的电波释放功能 并且能够同时释放到地球的世界各地 这下全球的飞机坠毁直播终于搞清楚原因了 原来是贝肯直播的好家伙 怪兽竟然玩起了直播 这理念远古是意识到了现在的大直播时代吗 画面转到了一个少年的家中 他是一个无线电爱好者 通过无线电与全世界的小伙伴聊天 简称那个时代的QQ 但是很快无线电信号就消失了 科技里正在播放言情剧的电视信号 也莫名其妙地中断了 一架民航客机和一架巡逐战斗机 同时来到了东京领海上空 由于贝肯的影响 两架飞机同时失去了控制 最后撞在了一起 MAT隊火速出警 与贝肯展开了激烈的空战 这一段空战镜头非常酷 怪兽的真实感很强 电视也全程直播了MAT隊的失败 在天空中恢复了安静之后 电视节目也回到了正常的言情节目 连续失败的MAT隊最终会想出 怎样的作战方式来对付贝肯呢 他们又能否成功打败怪兽呢 今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看动漫星纪元 我们不见不散咯